所以不能隨便亂用藥 所以這個藥 我們這個主管機關 只要你好好的準備過就好了 我相信目前的這樣準備是很過的 當然你如果要去跟專家大家討論 萬一大流行肯定要準備多少 你自己去準備 不要在那邊報紙上 一直講說你有幾百萬劑 講那些東西其實是 製造恐慌 先製造恐慌 然後讓你安心 讓你安心的過程中 其實又製造恐慌 那最重要的是 去做這些事情 忘了去做比較更重要的事情 就是說怎麼樣把邊境防疫 把這個管制好 這個東西其實最重要 一定是從外國進來的 你怎麼樣把這個東西管制好 尤其是我們現在的三通主航 又漏了一些洞 有些人就直接坐船過來 就是到街民 到基隆 甚至開放太多港口 你有沒有做國際檢疫的能力 還是你就把這些當成國內線 這個就很 像這個地方也就是很危險 所以應該認真的去紓考 這一些的處理 進來又鼓勵通報 像我們剛剛講的給獎金 然後趕快把這個找出來 就可以封守在醫院裡面 當然就不會散刀射期來 我是很希望真的能夠這樣做到 雖然我很擔心 最後還是會把他射起來 不過希望能夠擋多久就算多久 對啦 所以現在最重要就是 第一個我們在邊境防疫 剛剛委員所提到邊境有兩個 一個就是坐飛機跟坐船 對 所以不只是要擋飛機 還要擋船 對 因為現在也要很注意 因為上次SARS就是從中國裡面 隱藏了一段時間 對 所以這一次我們一定要特別注意 在境外的擋 你剛剛提到 擋多久能擋多久 盡量不要變成一個社區型的改革 對 這個我們叫做國際檢疫 對 不過到目前為止我們還是很慶幸 看起來政府的處理還不錯 就是至少到現在為止 我們都還沒有發現 檢驗出來還沒有發現 任何一個確定的病例 對 所以我們還是希望繼續保持 這樣的一個態度 對 不要讓大流行在台灣發生 那下面我就想問一下 就是剛剛提到就是說 這個知情 這個如果有發生 自己有感染 有可能感染的 你來通報 應該有獎金 對 那如果知道了 不通報 被發現了 或是這種情況 是不是也應該處罰 是這樣子 如果按照傳染病防守法 是可以來處罰的 甚至如果你有 已經可能是疾病 你接觸的對象不講說 也可以處罰的 這個叫做 幫助防疫 你沒有做到 可以處罰的 當然我們很困難說 一個人說 我是知情不報 因為我一般的感冒 我就報嗎 不是 我們是想說 如果你有可能 在美國 在墨西哥 或在其他國家 現在越來越多國家 你那個地方 已經有疫情了 你接著說 我好像去看了病人 或者看了 吃飯的人 他好像有這個 後來 他竟然是得到這個病 你這個有接觸過 或是你在墨西哥 你回來自己開始感冒 像這種 我們就應該鼓勵通報 但是因為他說 我不知道知道這個病 所以這個知情不知情是很困難 但是最好是有開啟自己有各種症狀 再加上可能有的理由死 那這個部分我請那個衛生署一定要再多加先導 你有怎麼樣怎麼樣的情侶之下 就有可能是H1N1 而不是一般的感冒 那拜託你來通報 那我當然是以鼓勵式的 如果說你明知了 比如說你明明知道你的朋友 在墨西哥 而你墨西哥回來 而且你真的有接觸過 你有發燒 那竟然是都不講 後來傳給別人再被人家找出來 那這個原則上是可以處罰的 所以我想這一點 就是我們謝謝前任的署長 跟我們講得非常的清楚 那我想最後我想問一下 就是說您覺得 您在立法院也是提質詢 就是不管是整個馬政府也好 葉署長也好 在整個過程中 你還有覺得哪些事情是 我們政府要去注意 讓民眾能夠知道的 是這樣子 我是覺得這一波的疫情 雖然比SARS容易做太多了 容易多了 但是我曾經想辦法 要跟A市長講 雖然大家對你可能會有點信心 也希望要故意表現出 一個讓人家信心的樣子 不過有時候有一些話 也不必講得太多 一下講說這個是沒有關係 這只是熱帶氣鹹 但是一天兩天馬上就變成台歐 後來馬上講說一定會進來 這樣轉得太快 會讓民眾覺得說 你可能是在故意安撫民眾 這種故意安撫的感覺 就會變成沒有安撫 就變成大家就會覺得 你是不是 不然你為什麼會變化那麼快 所以這種話也不必太多講 我們做實事 做真正砸砸實事的重要 而不要說一天到晚是希望說 希望民眾怎麼樣怎麼樣 當然我也很希望說 政府要趕快做他自己的事情 不要一天到晚 只是希望民眾做什麼事情 因為民眾是真的不知道 你把他在那邊恐嚇以後 你再要求他做東做西 他會覺得你有在做事 但是目前還沒有到那個程度 所以不需要讓民眾做太多事情 不然的話這個拿一不小心 馬上就好像去素查口罩工廠 結果變成說搶購口罩 因為或是說你出來以後 戴這個口罩 人家會講你會戴我要戴 那這樣子的素行就不好 這是沒有必要的 大家應該把這個疫情 不過我們這一波的政府有在做 就是把各地設固定的 將來的治療的醫院 不像以前什麼醫院都可以跑去 這也算是不錯 就是記取過去殺什麼經驗 大流行的時候 每個地方都要做 所以現在趕快訓練 現在趕快訓練醫院 怎麼樣偵測病人 怎麼樣隔離 萬一醫師要知道 護押病房怎麼樣處理 怎麼樣大篩檢 這種演習 這個可以請各個醫院 趕快準備 萬一有涉及性感染來的時候 這幾家不夠 就是要所有的醫院 每個醫院都要會 這個要更多 但是護押病房 導致只有一些醫院才有 那我們護押病房是 我不能講全世界最多 但是比例絕對是全世界最多的 我們那時候就七八百床 所以絕對是夠 所以這個護押病房 也不是問題 所以現在政府趕快把心收起來 做雜屎的事情 不要做一些發重其從 發錢秀的事情 好 我們最後對民眾 我們最後一分鐘 我們對民眾有什麼要介意 除了我們剛剛說洗手 對 這樣子 這個民眾也可以上完 這個我們衛生署 也有一定的這個 比如說個人的預防 我剛剛洗手 洗手 洗手 一樣是戴口罩 那遠離感染來源 不要去那個已經感染的地區 萬一你一定要去 盡量不要去接觸人 而且要多多洗手 第二個萬一你有各種 呼吸道的症狀 這個要發揮道德 一定要戴上口罩 然後煮口鼻 在別人面前 萬一沒有口罩沒有 用這個遮下來也可以 就盡量不要噴到很遠去 你噴到1.8公尺 2公尺 這樣對別人是不好的 那你弄完了後給它丟掉 也要盡量洗手 不要多摸 吸摸讓別人也摸到 那當然這不是H1N1 那也有可能H1N1 所以你這個請你 一定盡量不要去摸自己的鼻子 那去醫院看病人的時候 也要非常小心 那個時候大概就可以戴上口罩了 今天非常謝謝 我們的前疾病管制局的局長 前衛生署長 現任的立法委員 徒刑哲委員來到我們的中間 把所有的狀況跟我們講清楚 我看過去聽葉署長 還沒有聽清楚的 聽我們的徒刑署長 已經非常非常清楚 讓我們大家知道 對於整個的心情流感 我們該怎麼樣去處理 怎麼樣去面對 非常謝謝您收看 JJ00行報現場 我們每天早上9點鐘 我們都會把要討論的議題 公佈在台灣行報的網頁上 歡迎各位隨時的查閱 也謝謝各位收看 我們如果有沒有完全看完的 很想看的 今天晚上12點鐘會重播 明下午5點鐘也重播 謝謝您收看 這集的210行報現場再會 謝謝 謝謝 谢谢